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 并且明显的在干涉岛内政治 与此同时蔡英文也在加大打美国牌的力度 大陆学者钟后涛就说 美台双方这是互有所需 犹如一秋之河在抱团取暖 台湾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棋子 美国不断的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 只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 这是美国优先的体现 从整体上来讲 无论是美国还是蔡当局 现在都应该从一个更高的 更长远的角度出发 去考虑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 台湾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才能够给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 带来一个良好的环境 如果说台湾一面的像美国岛 一味的打美国牌 那么很有可能把自身引到乱局中 让自己引火上身 心怀两岸快意瑞评 我是雅峰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词 谢谢您 订阅